大家好,我是八戒,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 前段时间啊,微博上有一个消息,说什么呢? 这个北京洪庙小学啊,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就能成交一套千万级别的房产 这学学房的价格最高被炒到26万元一个平方 折合美元呢,大概是3.7万元美元一个平方 但是美国这边是按照一个平方英尺来算的 合计到3500美元一个平方英尺 那我想啊,能够买得起西城区学学房当中的学学房的朋友们 一定在加州的洛杉矶的比弗利山庄和纽约曼哈顿肯定是有一套豪宅的 因为那边豪宅价格远远的低于单价 3500美元一个平方英尺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简单的这个结合一下美国这边学学房的情况 双方啊,做个对比 我们来看看美国这边学学房的价格有没有会被炒到这么高呢?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华人朋友们 经常不管是国内的朋友 还是在海外生活的朋友 经常讨论到加州生活哪里比较好 哪里比较惬意 那大家肯定都听过阿湾这个城市 这个阿湾啊,是靠近这个海边的一个城市 距离海边 你要是选择个好地方的话 你站在你家阳台 你就能看到这个太平洋 阿湾的这个气候也是非常的温暖 四季如春 所以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在加州购房的时候 首选就是这个阿湾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截止到今天 5月14号 这个阿湾的房价的走势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这个美国啊 这个经济危机啊 这么严重 失业率啊 3000多万人口 这么高的失业率 老百姓都在申请这个失业补助 那这个阿湾的房价 有没有回调呢? 那等待这个 有人申请破产的 会不会把阿湾的房子给这个银行收回去 有投资者准备在阿湾进行抄底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最新的阿湾房价的走势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阿湾啊 这个华人最喜欢的城市 号称全美国最安全的城市啊 这个2015年到2020年 这个房价的走势是怎么样的? 就是最终成交价格 这边有一张数据表啊 2015年 阿湾这个成交价格 大概是78万美元 平均价 78万美元 2020年的4月份呢 阿湾的成交价格 平均价格 平均成交价格是 106万到108万美元 这个上涨了20%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 阿湾平均它一个 Squad fee 就是一个平方英尺的价格 从2015年到2020年上涨了多少呢? 2015年平均一个英尺的价格 大概是410美元左右 2020年呢 平均价格是490美元 好 刚刚我们看到联组数据是平均值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中位数 中位数是什么意思呢? 去掉最高分 去掉最低分 取这个中间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2015年啊 这个中位数的价格 大概是65万美元左右 2020年呢 阿湾的中位数价格呢 是88万美元左右 好 下一张图呢 是阿湾平均的 最后一个offer的 一个成交价格 跟你的挂出来的挂牌价 之间的比值 大概是多少呢? 2020年4月份 最新的数据呢 大概是98.3% 也就是说 一栋100万美元的房子 挂牌挂出来以后 大概会打 1.7%的折扣 就是它的一个最终成交价格 所以说 从刚刚的图上 你们也能看到 就是在美国这边挂牌房屋的时候 这个经纪人啊 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当地这个市场的行情 如果你要是乱挂价格 肯定没有人会去看你这个房子 因为你最终挂出来的这个价格 跟你最终实际卖出去的这个价格 中间只有1.7%的这样的一个浮动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浮动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阿湾这个市场的行情 每一栋房子的市场的一个行情价格 基本上你运气好的 可能能让你5个点 运气不好的 可能也就让你1%的一个浮动比例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是阿湾从去年到今年 它的整体的房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百分比 总共过去的12个月 房屋的净值增长了1.3% 也就是说阿湾的房屋并没有降价 这个买家卖家对于这个价格 对于这个价格的认可程度是一致的 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分歧 所以它这个价格是上涨了1.3% 那这个平均中位数挂牌价就是阿湾平均啊 你大概看上去啊 这个价格挂出来是多少钱呢 是98万9千美元 那平均中位数的成交价格呢 大概是89万美元 下面一行这个红色的1%这个数字 意思是说4月份挂出来的房屋价格 比三月份的挂牌价格降低了1% 也就是说 还是受到了一点点的这个经济环境的影响 所以它这个agent在挂房屋价格的时候 主动的下调了 比往年同期主动的下调了一个点 我们再往下看 那两行红色的数字代表什么呢 就是在阿湾这个地方啊 owner就是房东自己拥有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呢 占比是47% 另外呢 53%这个房屋啊 都是在对外出租 也就是说在阿湾这个地方啊 因为它流动性人口很多啊 有超过一半的房屋 是投资人或者是专业的投资机构 在出租这些房屋 最后一张图呢 是最近一个月 阿湾的房屋成交的价格区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上 是60万到90万美元之间的房屋 它的成交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说啊 这个阿湾的房子也并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贵 可能有些便宜的小一点的房子 60万美元就够了 大一点的房子可能大家买个2000多尺的 可能90万 90万多一点可能也能买得到 所以说这个阿湾的房子并没有想象当中价格这么贵 所以我们从刚刚上面的数据也能看到 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啊 这个从一个片面的角度 就是从阿湾这个城市房价的角度 可以看到房价并没有发生这个剧烈的波动 也就是说这个联邦政府啊 这各方面的救济政策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也有统计数据表明啊 现在美国超过六成的卖家 根本就没有这种打算折价 把房屋抛掉的这种期望 为什么呢 现在联邦政府已经花了几千亿去补贴 这样的一个房东和租客 为什么呢 你租客你租这个房子 你没有钱去付这个租金了 你这个房东没有钱去付这个贷款了 联邦政府现在已经给你补贴了 已经把这个还款期限 已经给你顺延了一年 也就是你跟你的贷款银行 跟你的租客去申请 跟你的方 也就是租客跟你的房东去申请 房东去跟你的银行去申请 说你现在有经济困难 那你通过一系列的审批手续以后 你可以跟银行申请暂缓交纳支付 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贷款 租客也可以暂缓支付给房东租金 都不会让银行来收你的房子 帮你赶出去 房东也不会收你的房子帮你赶出去 因为这背后都是由政府来兜底 他们有这方面的资金 会把这方面的钱给他贴进去 那你这些钱呢 你在未来在以后 这个情况缓解了以后 这些钱也是一样的 要继续还给银行 只是说暂时政府会允许你有这样的一个缓冲期 也不会到影响到你被这个驱逐 驱逐以后会有一个记录 也不会说你被法拍之后也会有个记录 这些记录呢 暂时都被冻结 不会出现在你的档案里面 所以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卖家 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 还是持有非常大的信心 所以现在想抄底的朋友们 从R1这个片段你就能看到 想抄底的朋友们恐怕是要失望了 准备好资金的朋友们 想要入市的朋友们 估计还要再等一等 看看具体的这个行情是怎么走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步是抄底 还是说再选择别的投资品 为什么我要拿R1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对比呢 首先这R1是我们华人朋友们 基本上是首选的一个购房目的地 也是月子中心啊 也是赴美生子啊 这个首选的一个目的地 还有就是说R1的这个是全美国最安全的城市 另外呢最重要一点就是R1的这个学区的质量 基本上都是101010或者是9010或者是999 基本上你看不到低于9分的公立学校的这个学分 所以说它这个整个R1这个City啊 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完完全全的符合亚裔 符合我们中国人这种文化 这种教育理念的这个城市 那你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环境 但是它的价格也就是仅仅在60万 中位数在60万到90万的成交区间 平均来看也就是9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成交量是最高的 90你按照现在的价格来算的话 汇率来算也就是600万人民币不到 比北京那套这个房屋的价格要远远的低很多 而且它一个平方英尺大概是多少钱呢 才400多美元 500美元不到 你要是把那换算成人民币算啊 也就是R1的房价一个平方 也就是4万到5万人民币一个平方 这个相比北上广深杭州这样的大城市 学区房一个平方动辄这个数十万这个价格 或者是八九万这个价格还是要划算不少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R1租一套房子 大概我们要花多少钱的成本呢 这个我截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最新的数据表明在R1租一套房屋的平均的一个月的租金 是2400多美元 一个平方英尺大概是2块5毛钱美元左右 所以说在R1这个租房的价格是远远低于买房的价格 所以说这个R1租房还是比较香的 租房你就能让你的孩子获得优质的学区 获得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 获得最安全的城市里面生活 而且又离海边这么近 所以说在这里 为什么这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这个统计数据表明 为什么是租房的人群是大于这个房东自己持有房产的人群 这也可以解释R1像这种美国其他城市 可以做对比 也可以看出这个学区法确实是大家都想要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在美国他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现 就不会导致大家一拥而上都去炒作这个学区法 相同的 你在美国 你想获得你的优质的一个教育资源 你想让你的孩子在美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你只需要比别人多付出 那么一点点的成本你就可以获得 所以说这个机会啊 肯定是比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机会要大得多 机会也要容易的抓取得多 本期视频啊 我们只是把中国跟美国这个学区房 同样是优质的教育资源 也同样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城市 也是很多大量中国人在这边定居的城市 环境优美的一个城市 我们来把这个房子的这个政策做了一个对比 入学的这个政策做了一个对比 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先简单的做一个了解 如果有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们 可以在底下评论区评论或者给我私信 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谢谢大家 我是八戒 如果大家喜欢本次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有感的朋友们点赞评论转发 小铃铛点一下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